那华仔在震災的时候身上穿的T恤呢 总是这个表达自己的爱心啊 但是另外一个 这个抢匪他身上穿的T恤呢 却给他 他自认为是做坏事情的借口了 台中县这个抢匪 他自己缺钱吸毒又裁没头脑 结果呢 穿了一件上面印有缺钱字样的衣服 就到处来抢劫了 但是一直穿的这件衣服实在太抢眼 警方好抓得很 一名抢匪犯案之后 骑着脏车逃逸被入口监视器拍下来 但他唯恐人家不知道他是抢匪似的 穿着这件印制缺钱的T恤到处啪啪噪 这件衣服 前面写了缺钱两个字很大字 然后服语小字是贫穷不是病 穷起来要我命 对对对对 他就是可能是这样子 要让人知道说他很缺钱 抢匪明目张胆 要抢劫不怕人家知道他真的是没钱 缺钱的T恤旁边还有一行小字 学着贫穷不是病 穷起来要有人命的字样公开量化 摆明就是要抢劫 他落网后向警方表示 T恤上这些字代表了就是自己的心境 骑偷来的那个机车 尾随载那个妇女 尤其是有载小孩的妇女 那个尾随的方式 然后骑靠近以后 用逼的逼他逼那个驾驶人 放慢速度以后 然后再下手行抢 不过由于抢匪穿的这件衣服相当显艳 上头的字也很吸引人注意 警方在街上巡逻的时候 刚好就看到他穿着这件衣服 于是拦截盘查 果然贼心该败 抢匪就这样栽在警方手里 中文新闻陈广瑞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